好 非常不好 非得早餐 我是台湾龙 民国113年 2024年4月5日星期五 今天是清明节 清明节这种日子的时候 当然是要访问姚舜 好 来 在我们现场的姚舜 清明节快乐 乡龙早安 听众朋友早安 预祝乡龙 中元节快乐 我说清明节快快乐 不会 就是你要想 虽然还是人鬼殊途 可是中元节是孤魂也鬼 清明节是祭祖啊 就是我是觉得因为 你是时代的伟人 是人类的祖先 所以我才会祝你清明节快乐 我在心态上面跟你完全不一样 人类的祖先是你啊 那猴子嘛 是吧 人缘嘛 什么叫人类的祖先 我是人类的救星 好吧 这样比较那个 那也太夸张了一点 那你准备下歌了吗 没有 民族的救星什么 对 这样 没有 我觉得你你过清明节跟过情人节差不多了 嗯 对啊 好吧 就这样 对 就是过了过了情人节之后就就就是清明节 对啊 清明节过了母亲节嘛 好 四月四月五号 你也过了端午节嘛 端午节过了中秋节 今天是星期五 中秋节过了啊 那怎么样 因为大家在四天廉价嘛 嘿 对不对 昨天放假 今天放假还有周末两天的假期 嗯 那就 难得啊 就大家好好利用了这四天的廉价 因为这廉价完了之后呢 下一次呢再有廉价呢 那那那就是小孩子呢大概就等到放暑假了啊 之后呢就没有长长天级的廉价了 听起来听起来好感伤哦 对啊 有点有点淡淡的哀愁 你知道过完了这次的年假 嗯 再下来就恐怕要等到暑假了 这听起来好哀伤哦 不会啊 我都是 我我我我其实讲这种话的时候我都是鼓励大家及时行乐 没有啊 因为我我觉得你很少会有这么 哀伤的调子对不对 有有有有有 你你那个礼拜几在讲那个文学的那个那个的时候 那声音低低调到一个不行 真的吗 然后然后 真的吗真的吗 带点沙哑 就是你那天在介绍那个那个文学嘛 台湾的那个什么什么几个文学家什么 真的吗 啊你声音就这样 好低哦 好好小声这样子 哎呦你误会了 你那天感冒大概 对对对 对对对 那你不要对着我 那你其实其实我那天感冒 拿那个玻璃板格是吧 哎拜拜托了 那已经 拜拜托香龙拜托 那已经过好久了 没有好久就两天 而且而且我我 拜托了 而且我说实在我我如果 你一定很毒你如果重的话一定很毒 我如果想要传染给谁的话呢 那第一个一定一定是你啊 不然我我干嘛呢 你等一下 而且你现在听我你来来不及了啦 我跟你讲 没有每天谁跟你每天啊 我们我们住在一起睡在一起 我们老了老父老老妻了 你这时候防防我干嘛呢 没意思 谁跟你住在一起睡一起啊 你乱讲你的你语无伦次了你 这不是大家都知道吗 不是我跟你讲 我觉得啊 大家尊敬你啊 喜欢你啊 或堕内你啊 堕内你晓得吧 嗯 就是因为你诚恳啊 诚实嘛 是啊我我诚实大家都知道 敢人言不敢言 对不对 但你你你今天怎么这样子啊 什么睡一起吃一起住一起 谁跟你睡一起啊 没关系 我知道有广大的这些跟你睡一起 你们就跳出来吧 而且现在是不管你是不是名人啊 你只要有什么me too 你一样一样被告 哎哎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这样 那出来的人会很多 就你啊 我知道啊 哈哈哈哈 我就这意思吗 你自己知道啊 会跳出来吗 呃 对 都是爱与你的诠释 对 你老子转一圈想 还有的是还是不要乱讲 因为那个后座力很强 对我每次我每次在在在在想说 哎这辈子伤天害害害你的事情 你会被告的 做很多 然后想说哎就是受害者呢 有多少 我每次想一圈做的就就不敢想 对对不要想 就就不敢想 我说哎真的是 但是你说 人不轻狂网网网少年 虽然那都是年轻时候的想想想说觉得好玩了 但是觉得什么好玩 但是到了到了这 我觉得你这样就不支持 不会了不会了就是就是当然到我们 支持近乎勇 你知道吗 你说什么想起来还是好玩 我按讲是什么叫支持近乎许国有 哎 嗯 我不能表态 嗯 我觉得你的那个立场太那个不好 你小心 你这这这对人是一种恭维啊 这是你你小心被告 我觉得你你这样不好 真的 我正在一个好朋友的立场 我觉得你讲这种话说要经过大脑 你不能乱讲 你知道吗 你觉得我有大脑吗 没有就我有假过 不是不是我不用看就我们 我们把大脑吗 我跟你讲 你会你知道大脑是干嘛的吗 啊 不是我跟你讲很简单 你会思考吗 很简单 我告诉你其实其实其实我 我告诉你你今天你今天就有AI了 你不要担心 你今天就算医生诊断你失智了 大部分的人都不会有有感觉 大部分都会说 没怎么可能 怎么会呢 他他他不是一直都都这样吗 对啊 对 所以所以我我一直我一直建议 就是说你身边的时候不用看医生 因为一般在你身边的人是不会感觉出来 你有病 我觉得你这你那讲的很复杂了 你你不会你为了你为了要弄我弄 讲绕一大圈 还好吧 你就绕一大圈 其实很简单啊 我们我们的脑袋啊很简单 就割下来放路边摊卖 你比较值钱 我用我那是新的都都空的都都没用 不是空的没用空的没有人要 就是新的 对对对 从小到大呢就是大脑就就没用过 对那我这个是没有用过大脑 我这里面东西太多太太乱太脏太重 所以你就拿起来康康的 对那是张你那个要要我要缝妹的那个没有没有办法 没办法缝妹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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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东西了喔 所以我是有时候走路啊就驼背很严重 嗯 对吧 就凶大的关系 不是不是 那你走路挺的挺的凶 那你一定啊 就是人家通常通常女生会驼背都是凶凶大 诶我给你 你小心啊 你这小心啊 你这个话真的要小心啊 你不要乱讲 我这随时听你提 你再讲一遍 各位听众你把它录下来哦 姚舜驼背的原因是因为姚舜 你刚讲的不是你刚讲的不是姚舜 我讲的就是女生啊 不就是你吗 你你你你这样说 好好好 我我输好吧 这把我输 你你怎么这么谦谦虚呢 你什么时候输输过 你这样子讲我就我就接接不上话了你知道吗 好了在我们现场的是姚舜 他又把口罩拿下 他现在他一焦虑的时候你就发现啊 他就他就手足不错 就自己呢就摘耳机 然后待会又把耳机再带上去 然后把口罩拿下待会呢又带带上去 然后一下子拿下杯杯子又不喝 然后呢又放放放下来 你就发现了他就一直在一个 他不知道在干什么 所以姚舜呢 其实就是一直处在一个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的状态 好吧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先进广告好了 广告回了之后 让姚舜回一下 小的先走一步了 回一下 再让姚舜讲话进广告 今天星期五的时间呢 那因为今天清明节 清明节当然就是访问姚舜的最好的时候 今天呢在我们现场的是姚舜 你可以开始 因为我们录音的时间 我要说明一下 因为姚舜现在 现在就说心有余悸 因为我们录音的时间呢 就是刚好台湾在这地震的时候 那姚舜呢是带着一个受惊的那个那个新心情 那来到呢 节目的现场 所以你会觉得他刚刚有点语无论 轮次行大家见谅 好现在呢收惊了 来回到节目前 我完全是配合你演出 真的 我其实刚刚香隆口中描述的我一件都没发生 很多他胡说八道 来 我们 这从哪开始 嗯 吃到饱大战呢 这个台湾台 我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这个去年呢 因为这个报复性的消费啊 内需市场 尤其是餐观光餐旅业的回问呢 非常的快速 生意都非常好 包括连锁餐饮集团观光饭店呢 有很多都 他们的营业都创历史新高 他们的业绩 但是因为比较激起电高了 在2024年开始 尤其是过完了农历新年以后 整个市场 因为本来过完年市场 餐饮市场就会不见蛋 本来就会转蛋 再加上很多人呢 都都陆陆续续 尤其是这个国际的航班 航点航班陆续的回来 那很多人就是去年没出国 今年就就就安排假期出国 所以整个的 过了过了农历春节以后 进入三月 就是市场就非常的 就是往下走了啊 就是就消费力没有像 像去年那么猛 所以 以我跑新闻的立场 我每天收到的这个 所谓的促销新闻 一大堆 一大堆 那我就讲了 这个大家比较关切的 还是大家喜欢吃什么 喜欢吃自助餐 嗯 我上次讲 餐饮促销有三宝 牛排龙虾吃到饱 这是西餐 对 中餐呢 是什么 烤鸭祭出谁与真风 就你今天要促销 你拉烤鸭出来啊 打一个价格 哎 客人就来了 嗯 那西餐就是你你 比如说牛排买一送一 波士顿龙虾买一送一 哦 什么什么吃到饱 客人就回问了 那我问各位讲 尤其是在台湾了以前光以前自助餐厅啊 这个观光饭店拥有这个优势 就buffet这件事情啊 buffet自助餐吃到饱 观光饭店因为这个环境舒适 然后呢 场地比较大 嗯 但这几年大家有没有菜色多菜色多样 那这几年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连锁餐饮品牌啊 连锁餐饮集团啊 他们也进入自助餐市场啊 而且他们的 不管是用餐的空间场域 那个环境氛围 还有菜色制作的水准 还有菜品的多样性 嗯 甚至是这些设备啊 远远超过这个观光饭店的大有人在啊 嗯 真的不骗你 你看包括想兵餐旅集团 他旗下有几个自助餐品牌 想食天堂 嗯 想想 想Ajoy 还有果然会 这个果然会是蔬食 还有日式的自助餐 嗯 然后星夜也有两个日式自助餐品牌 然后 旱来美食也有两个自助餐品牌 嗯 所以所以这个这个要打仗了嘛 嗯 那为了要刺激消费 因为就开始正式的打仗了啊 所以从4月开始 此刻开始一直到4月底 嗯 甚至有的战线拉到了5月初啊 很多观光饭店自助餐 开始 开始促销 比如说台北喜来登 饭店的12厨 Kitchen 12 嗯 他一直到4月18号 每个礼拜二 每个礼拜四的晚餐啊 加 餐台上加了这个龙虾吃到饱 龙虾的嗯 四道龙虾料理可以吃到饱 嗯 而且你如果提前预约的话 他会送你一桶龙虾海鲜桶 这个是喜来登饭店 台北喜来翻喜来登饭店的12厨 什么叫做龙虾海鲜桶 就是就是 就一个体桶里面放龙虾 就就就丢到你桌上吧 你提前预约 嗯 然后六福万宜酒店 六福万宜酒店在南港 他是四铁公共嘛 我去过 嗯 他在4月底之前 平日两个人同行出试 两个礼拜内 你搭乘的四铁 不管你是搭乘的哪一种哪一种铁铁的这个票根 嗯 台铁高铁捷运什么都可以 对他就可以给你折抵当天的餐费 最高可折到1380元 他是一票券的金额给你折抵 嗯 其实这个东西他两重右翼了 一个是促销嘛 极客 第二个是凸显 他的供购 他是他位在四铁供购楼上的这个 所谓的地利优势了 所以他最近这这一年多来 他的他的新闻或他的宣传不断的持续在前面加四铁供购 位于南港四铁供购的六幅万一酒店 嗯 他他要凸显这件事情了 毕竟他还是在 非市区嘛 对吧 对 因为南港但是南港注意 南港最近 这两年未来我觉得发展不可限量 比如说这个流行音乐中心 比如说那附近的一些豪宅啊 嗯 那个那个你如果开车走这个市民大道 往往那个方向走 两边啊 新的这些建案啊 或者是这个这个这个景观啊 就就不一样 嗯对 因为他他的他的发展不是不是从南港这边为中心扩展出来 而是从信义计划去那边延伸过来的 有道理 嗯台北远东香格里拉饭店 他的自主餐厅叫远东咖啡 嗯他哦这个就拉到5月16号了 即日起到5月16号推出这个梦想地中海的美食吃到饱 他就是用所谓的主题餐食啊 里面就会有很多的地中海料理 像西班牙或者是意大利的料理 他用所谓的主题菜色来诱客 文华东方酒店的文华咖啡啊 他在5月的时间周一到周四的午餐 四人同行 里面只要有一个人是5月生日就免费 嗯 台北凯撒的checkers 即日起到他的平日晚餐啊 女性同行第二位三八者 台北凯撒饭店的百宴 百宴那也有优惠啊 也有优惠 四人同行一人免费 嗯 四人同行一人免费 嗯 花园酒店 就七五折的一场 呃有的人不是这样算 有人不是这样算 啊 四人同行一人免费你说 你觉得是七五折 好像他们有个算法说不是这样子 那那怎么算 我不知道 反正我曾经 四人同行一人免费 那我曾经 我曾我曾经这样写过就被纠正了啊 嗯 呃 还有花园大酒店呢 到四月底前了 他们有东南亚美食节 然后呢 平日午餐和晚餐 假日下午茶美味啊 就是八九九加天 那持有效餐卷 每四人同行在加镇 第五人免费 嗯 这个是花园酒店 西区啊 台北西区的 饭店 西区的饭店 花园酒店 新版 齐尔顿酒店 他们也有 也有这些促销 所以我说这个吃到饱大战开始了 其实其实 国人就是喜欢吃到饱 我跟你讲啊 每一次你可以注意到 不管是呃 什么样平台上只要写到吃到饱的新闻 他的流量就很大 嗯 他的阅读率就很高 那国人就是特别关注 关注吃到饱 对 有几个新闻我都已经抓出来了啊 就是说 就你你的标题下下吃到饱 嗯 他的点阅率就高了 对啊 对 还有一种买一送一 还有一个 因为我每天在处理新闻吗 还有一种 身份证拿出来 哎 对 我问你 身份证拿出来 这标题就 因为因为现在很多都是用身份证号码在促销啊 不是不是不止号码 还有你中你的名字里面有哪几个字 嗯 一个是号码 比如说啊 身份证中有389的啊 这个对中多少个就就有 有的是要三连要三三颗三个都中 或四个都中 有的只要四个里面有两个 对啊 就反正 因为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子了 网媒时代啊 就网路啊 这个电子媒体啊 标题啊很短啊 嗯 他不像我们以前纸媒可以标题拉长嘛 你慢慢看很很有韵味 现在就短短的那个 方寸之间别 关键字啊 就是你要用关键字啊 对啊 对 现在促销还很流行用这个 因为吃到饱永远是在搜寻关键字的前景 前面前面前面 然后然后 然后这个身份证拿出来的促销啊 越来越多人学 而且甚至是同一个集团啊 嗯 一个月打不同品牌用两三次啊 都用这一招 对 就是我我刚刚你看我还我还写在写在纸上 真的啊 我就这种的身份证促销 而且而且他不不限不限一次啊 就是以前以前都还会觉得说啊 这个是特特殊 不是有时候是说别人别人用 我也不好意思用 现在不是现在就有传染力 你用我也用啊 对我我我说同一家 譬如说他可能他他可能有有有有一个月的时间 好吧那身份证 反正他开三三个吧 你就对 你就去对嘛 那只要对中了两个吧 他就反正两人同行就就送送送楼架 有的是这样哎呀 或是一人免费或是吗 反正这是他他形成一种用这个一作为诱因 他形成一种就是说啊 我很我很幸运 我为什么每次都对中呢 诶 会吗 会啊我我我总是会会会会对中 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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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的三个号码比较烂吧 就是看条件了看条件你看不是啊 你零零到九有十个数字吗 但是但是看他下的下的condition 就是规定吧 比如说你你他丢四个号码出来 然后你有的是中一个就可以 可是多数没有中一个就可以了 中中两个 两到三个 甚至还有中文名字也是啊 名字也是 而且你要是你要是说你喜欢天天来他他天天 这个东西你看你记不记得那一年那个鲑鱼之乱 有没有 有没有 就是说你的名字 名字里面要什么东西 他就改名了 对啊连年鲑鱼的鲑都都愿愿愿愿愿改 你就觉得人这边是 不要不要那鲑鱼的鲑子不好吗 你名字里有龟不行吗 又不是那个龟 此龟非彼龟啊 有啊 譬如说譬如说江南逢李龟年 哎呦漂亮 我听不懂啊 那个那个那龟呢 就江南逢李龟年 我听不懂 落花时节又逢君 哎呦漂亮 对啊 那时候呢 你整个练习满了 那个字啊 那是真讨人业 我告诉你为什么 大义输入法 我永远记不得 他要怎么打 大义 大义我都已经 你也是用大义吗 你也是用大义 那我问你 打那个龟 大义输入法 字根是哪四个 我根本记不住 我告诉你 我跟你讲 就是应该是 我想我会打 可是你问我 你会打 你会打 你到现在还会啊 我会啊 我都还是用大义啊 好厉害 相信所有用大义输入法的 听众朋友们 与我心有其极严 那个龟要怎么打 我真的不会啊 我终究是 我到最后用注音你知道吗 气死我了 我终究是台湾的 台湾的媒体 平面媒体 电子媒体也没有 平面媒体 第一个背着电脑上班的 第一个应用电脑发稿 你会你会时报 时报查 就是没有人 时报已经没有你这个人了 对我知道 而且对你毫无恋赞 我就说对对对 你知道吗 你不要你不要再老是老是说再拿着大旗出来自我标吧 我说时报完全没有你这个人了 没有恋爱 我我我我我就是因为你看我的字就就很丑嘛 就龙龙龙飞凤舞嘛 所以你刚才说你的字怎么样 你丑的不是字啊 哎真是都不知道了 真是气死我了 你丑的不是字而已啊 然后然后我是 我是时报第一个通通过就是的一分钟二十五个字的 你一分钟才二十五个字 我告诉我 没有那个时候被电脑上班要一分钟二十五个字啊 我那时候一分钟六六六十个字 我也我也没办法更加更快了 我告诉我一分钟七十几个字 我告诉你我怎么练的 我怎么练 我先练音打 把字跟的那个打出来 然后再转换成所谓的大一输入法之后 我找一个房间 我在我找一个小房间 我把每个字跟的那个字放大成A4 贴在墙上 我在练的时候就忘记就看墙 忘记就看这样子你知道吗 所以我一分钟七十几个字那时候 那时候这时候一过快三十年 现在很多字想五分钟都打不出来 尤其是您刚说的那个 龟 尤其是他的字跟的龟首 怎么 那第一个字打 打那一撇的对不对 N嘛对不对 没有怎么对N啊 再来 然后M 再来我后面两个 然后E啊打E啊 你确定 对啊 然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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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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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R吧 嗯 错怎么可能是R 最后应该是什么最后 最后最后是最后那那那那那边的框框 要不然就就叉叉 我不知道没关系 这就就就就当成留给听众朋友 嗯去查了 不过不过你看像有有时候有时候很很复杂的知道你打量的两码就就出来了 哦那个是那个是系统哦他他大义输入法有一些这个记忆系统的知道很快对但是有时候打四个字当年当年刚开始还有四个字的现在已经没有打个四个字的自首嗯 咚那那那一句话就出来了对我们我们我们聊着干嘛就是现在现在现在会现在会大义的还知道大义的人应该不少了还是有一些了 我我认为不多了真的吗 嗯因为后来有什么简易啊什么什么注音很快的啊对但没有关系 可是可是大义大义是大义是科学的就大义大义是符合最符合中文造造字原理的那苍结呢他比苍苍结要合理 还厉害苍结是苍结有许多是隐才就苍苍结最为人诟病的就比如说比如说开车的车开开车的车呢他是把它拆拆成上面一个石然后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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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下 啊那这种猜法就没对他的他他是这样子采的那不是但是大义我觉得大义的逻辑是很就大义大义是符合苍结造字的罗的逻辑跟我们对部首的理解对对可是招招就招在现在的小孩子他连部首跟笔画都搞不清楚顺序都错对都都已经错了所以怎么办啊所以你现在要孩子啊就是就是去去去正确的写一个字像我们小时候都还要学笔笔画对一定要对学笔画笔顺了那个那个笔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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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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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才會發現現在很多的那種的新聞都用諧音字 他都是用注音打出來之後 然後打一些亂七八糟的字 然後就用諧音字 那怎麼辦 那沒辦法 他就變成是另類的新聞 那就是一種一種一種沒有學問打出來的東西 但是因為有某種的有某種的那種的沒有水準的趣味 我跟你講就是他他真的是有某種沒水準的趣味 那你這怎麼辦 你又跳出來復興中華文化 沒有我已經不會這是張大春的事 這張張大春就罵人罵了就被告 告告的時候人家又告不贏他 他罵人家國語課課本裡面選的文章太白癡 然後被他點名的就告他 告他就告不贏他 對漂亮 對那個是張大春事我不行 好來我要進廣告來在我們現場的親民節訪問搖順 進廣告回頭了 好 非得不忘非得早餐 我請大家 好還有14分鐘搖順的時間再來 嗯 這個可以可以講的新餐廳蠻多 我講一個餐廳好了 這個這個餐廳是中泰生活開發中泰是個建設公司但他們知道中泰生活館 那他除了這個以外他們另外還有比如在大直也開了一個新的這個購物中心吧上面上面還有溜冰場的對我我我去過 裡面有一些時尚餐廳那我現在要講的不是那裡我現在講的是他在 呃市民大道跟建國南路還北路那裡一個交叉狗他一個名譽聚落 嗯 他的中泰美術館在下面另外他在那裡也有兩個餐廳一個是 董馬尼的意大利餐廳另外最近他把一個私廚啊 嗯 本來就是他在一個二在那個在那個豪宅聚落的二樓嗯 本來沒有對外就是給一些這個政商他們自己吃飯的地方嗯 這個這個空間是是一個用鐵板鐵板燒的鐵板所有的菜都是用鐵板料理的嗯 那最近他把它開放出來了讓讓外面的人可以定定席 他裡面就是這個餐廳一次只接待十位客人嗯 這個餐廳很特別他就是一個包廂有一個大桌十個人另外 他有個陽台陽台也有一個長桌十個人但他不是接兩個長桌他就接十個人你可以在那你可以到那個戶外陽台 嗯然後他戶外陽台用了很多高級名家設計的這些家具另外還有一些藝術品做裝飾嗯 這是一個非常獨特的私密的用餐空間然後他們我去採訪了他們開始就以本來就是鐵板燒鐵板燒以前就吃食材了 嗯他們現在開始把它主題化可能沒定期啊會有不同的這個菜系的料理像他這個月就推出了這個泰菜嗯 在鐵板燒上做泰國菜我問你沒有沒有沒有你有沒有覺得 現在的鐵板燒餐廳啊嗯增加了非常多 就是以鐵板啊來我捧掉非常我跟妳講這連連連鎖的也多了很多我跟妳講這個東西是 就是爛傷啊應該是這樣講鐵板燒過去兩極嗯幾十年前好了高檔的很高的來來來來打開一檔的像我跟姚順吃的對不對 大鋪大鋪那個那個真的是我們的童年記憶啊哎不是不是不是我到現在 青春記憶不是不是我到現在還是你啊 哦我每次看到的時候雖然我我以為不能變這雖然看到這我還是會會進去吃一點就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明明明明他他的他的料料理反正就是最最最最粗放我一定要來可是那樣子那樣子加很多的胡椒灑的鹽的那個豆芽菜才好吃啊 打開台灣鐵板燒是民國六十年 民國六十年 嗯新兵鐵板燒在雙城街農安街開幕啊這個是台灣第一個這個日式鐵板燒後來他搬到了這個光復南路的大臺北瓦斯附近對 嗯這個創辦人姓林叫林金生 嗯那跟那個時候的這個政府的大員啊這個部長某部長同名同姓 嗯所以他人家就叫他部長了啊這個就是台灣鐵板燒的爛賞民國六十年嗯 嗯那你記憶著很多的鐵板燒啊當年都是很大啊很大然後呢一定會附設一個 休息區休息區吃甜點或是咖啡喝咖啡就吃咖啡甜點的時候你要移過來煮餐用完你要移過來聊聊天然後那裡一定有鋼琴 哎而且會有人在那邊彈鋼琴就你要進去之前裡面的鐵板燒是滿的你先坐在那個地方等待喝茶喝咖啡 然後吃完了又轉他作為一個輪轉哎可是現在地價貴了這種鐵板燒還還留有這種風格的鐵板燒已經不多了好這是一個鐵板燒啊第二個就是您說的您說的這種所謂的平價鐵板燒的崛起嗯王品集團啊有個鐵板燒叫哈7他除了王品集團有兩個鐵板燒現在不止了啊 嗯還有一個鐵板燒叫做夏木尼他用了很多女生他用女生鐵板料理嗯這個這個是這個是這個是兩極化吧我看到了多多男生啊我跟妳講啊 高檔鐵板燒還有就你講的這種平價鐵板燒嗯那那一直到了現在民國六十年到現在一百一十三年 有一種鐵板燒的崛起是出於帶動嗯出於對出於出於是泰順街之虎啊嗯當你在泰順街幾家五六家店然後現在現在不一樣現在已經他剛開的時候呢姚順就跟我講說嗯這個這一次這個店是有有搞頭我跟妳講啊他現在已經已經集團化了而且這個 知凡夜貌嗯他就是聚焦兩個一個鐵板燒一個一個握壽司嗯而且每個店都是都是兩排因為都有板錢料理嗯那他鐵板燒是這樣厲害啊他就是他就是一比如說一千兩百塊可以吃到十道菜嗯鐵板料理對超值嘛嗯那他是怎麼做的我曾經在文章裡面寫出了他的成功方程式就是比如說OK十三十一道料理好了嗯裡面有三道 就是充分的利用食材比如說一隻龍蝦對半尾嗯龍蝦頭熬湯嗯龍蝦尾做一道菜嗯龍蝦肉身體做一道菜這樣就三道菜嗯比如和牛做兩道菜這樣就五道菜嗯那還有鮑魚一道菜就是食材的充分利用不浪費嗯造成了一個然後十三道菜定那種價格你算下來一道菜才一百多塊嗯比傳統印象中的鐵板燒便宜多了對傳統印象中的鐵板燒便宜多了 鐵板燒可能叫一塊牛肉就已經一千多了他是一套餐一千多嗯對吧那這一套成功模式我寫出來以後嗯被連鎖餐飲集團大量仿複製嗯仿效複製包括奔嗯包括新天地包括網品很多集團就大量複製這就是您說的這個我覺得叫地鐵板燒的第三波浪潮嗯 去營造一個板前料理的氛圍不用大以前鐵板燒很大嘛裡面就七個臺八個臺現在就是兩個臺然後做的很還有一個集團也做了樂多多樂多多就是熱多多肉多多這個肉多多肉多多是他的店的牌子可他集團還在樂多多嗯因為註冊的關係那他有一個叫叫名水燃他他也有這個在這這這種鐵板燒就是一千多塊可以吃吃個十道菜的這種鐵板燒嗯 所以參與連鎖參與集團紛紛的跟進這就是您看到的說這幾年哎怎麼鐵板燒那麼多對而且我注意到他他對一些的他對一些過去有名的單店的鐵鐵板燒我覺得產生了很大的壓力對啦比如說紅花啊怎麼就這種老字號的哈就是因為那種那種那種份不一樣現在現在走到這條路他我覺得這是一種新浪潮了嗯就是一板錢 那變成了被有些人視為高級的代名詞就你坐在坐在料理台前嗯廚師跟你互動嗯壽司鐵板燒都是這一類吧你還找不到第三類了嗯就第三種業態可以在板錢有啦西餐也有了啊你說豪博雄算吧算半個板錢impronto米其林音心精華地下室的那個就算了嗯他就在你面前做菜嗯那這個就像板錢料理 嗯那鐵板燒就完全符合了這個大家對板錢料理的這個高檔的印象嗯所以我剛講了幾個牌子了哦你看新天地有對然後這個王瓶有嗯然後肉多多樂多多集團也有這是這種鐵板燒嗯然後奔也有這種鐵板燒嗯就是就是走超值路線然後環境氛圍都還不錯嗯嗯對因為現在現在的現在的鐵板燒的業態的經營 那通常鐵板燒到了到了那檔車他多半都會強調一下他的食材然後然後飲料啊一定有的鐵板燒一定有的食材我跟大家講嘛牛肉啊海鮮啊鴨肝啊這些鴨肝沒有了鴨肝沒有這幾年這幾年全球鴨胸肉啊全球鴨肝缺貨鴨胸肉沒有鐵板燒比較少有鴨胸肉真的嗎可是我我前兩天吃我看 你在哪裡我就就不說了哪一家嗎沒有啦鐵板燒很少用鴨胸麻煩啊做法不一樣做法不一樣比較少嗯比較少嗯比較難凸顯高級嗯嗯OK好可能會有和羊啊這種魚肉啊一定會有對我我我我我只無意當中發現哇現在現在的鐵板燒的連鎖大當價位大概都落在一一千到兩兩千之間的這種的連鎖 高高於一千了反正就在一千五六左右了就差不多都在都在這個人群裡面的這個鐵板燒哇那現在是殺殺戮在戰場撕殺的很激烈那以前我我還比較常去的一些單店的老老師傅做的鐵板燒我在我在當他們會有一些自自己挑選的食材然後有自己的烹調的手法自己的調味醬的方式我我覺得也很棒可是可是那個那個他們都承認那個競爭壓力太太太大了所以以前的可能一個晚上的開開 開開三三三三個台現在可能就開兩個因為現在還碰到一個問題啊就是這個缺工缺人的問題嗯到現在還是持續的存在所以這個餐飲業現在面臨的這個問題費其實是非常嚴重就是缺人缺工啊然後競爭壓力越來越大嗯那我跟你講啊包括宴會市場也是受到衝擊的嗯那這個婚宴就是尤其是你一個飯店啊這個量體很大 嗯的有很大量體的宴會廳的這些飯店呢他面臨的衝擊更大以前這個都是觀光飯店的優勢嘛而且是絕對優勢但是現在不是嘛他20年前有那種獨立餐飲品牌就出來開宴會廳宴會館嘛專門搶供這塊市場的生意嘛比如說點華啦比如說經驗的會館啊很多啦嗯那這個也會使得這個觀光飯店的這個宴會生意受到衝擊另外還有一個原因是什麼呢 少子化嗯晚婚不婚族的增加對那結婚的人少了你可是你宴會廳越開越多嗯那怎麼辦那不就是殺戮紅海市場哎你應該是你應該是那種就是說不婚不生的那個指標性的那種第一代啊對不對就主主是野籍的人物了我我聽不懂了我是跟你當然不能比啊你就是再婚對然後是這個這個也 也也就就就這樣嘛啊不好意思再說了大家上網查就好了哎唐香總哈哈哈哈哈哈我就我就我也沒幹嘛我知道你也沒幹嘛我就只是把姚順的quota用了而已我也是啊可是可是我可是我說因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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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講像婚宴啊現在現在少少子化講的好像都是不關你我現在的年輕人如果是二二三十歲你說那種的晚婚啊不婚不不生我不奇怪因為因為他們成長的世代經驗就這樣可是我很佩服你就說你 你真的是那種主主事業你是亂講我都老成這個樣我都老的快死掉了還要婚婚啊所以我就說你是主事業主事業就是在我們那個那個年紀譬如像我們這樣我誰我什麼年紀你幾歲你講你現在幾歲我我快六了我都超過了對所以我說我我才說你是主事業級人物而且這是什麼組組在你在在你這年紀裡面就是只玩不婚哎或者說是只婚不生 我覺得我覺得我覺得那個很了不起啊只玩不婚對或是只婚不生只婚不生對我覺得你才了不起了你又玩又婚啊啊這正常不就這樣生物不就這樣嗎而且你一婚再婚啊所以所以我才會說你你我我沒有我沒有什麼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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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況說實在是很正常的情況怎麼正常可是我我我很佩服你我不正常我跟你講這個 不是你講話不對不對我壓了那個三三四十年我我我就是覺得你真的是主事業但是大家都都太忽略了你在這方面作為一個標竿人物的價值就是在以前年輕的時候還不覺得就是這就是完就是固定每一次傷害一個人可能可能可能每每一天傷害一個人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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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會掉進婚姻的陷阱裡面不會掉進愛情的 墳墓墓裡這個很了不起啊我覺得最了不起是是你這樣講啊講完之後就覺得真的是這樣不是我覺得真的我真的這麼好嗎我覺得真的真的要得獎了嗎不對對對對對我被提名了對對對我要得獎了講得太好我這我這時候只有這樣子對對然後我覺得可是可是可是我我我我講話我的演講稿上面寫寫好我該講些什麼 你讲的太好 就开始有点紧张 我没有紧张 因为我觉得我最佩服的是 我最了以自慰的 就是你讲这些事情都不是事实 而听众朋友也都能够明辨是非 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你还有碰到过可以明辨是非的人 像你那种 像躲都躲不掉 弄到杂志还能写你 这没有什么 你如果觉得这没什么 你就无耻了 不是你说我什么伤害一个人 其实你伤害几个人 其实作为 作为被那种八卦杂志写的本人 本人 其实对我来讲 就是一笑置之 就是里面的 里面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第一个就是说 你不回应 那你要是要信的 要跟着去黑的随你别 哎呦帅 但是我讲就是 他终究你还是要有点报道价值 那你是有吗 就是总要的报道价值 我觉得最可怜的就就像这种 就是明明是一个历史性的 有历史定位的标杆型的人物 但是 你等一下 我开录影 我觉得我能够被你这样赞美啊 好棒啊 等一下 不不不不你等一下 你不要急 他现在要录影 来来你再讲 像刚刚的什么历史指标 就在我们同世代的 很多人都做骨了 可是还幸存的 还苟活于这世上的 但是能够呢 很了解你 然后呢 知道呢 你对这个世代的那种的不良的 负面的两性文化 产生了怎么样深远的影响的 你真的是历史第一人 谁是历史第一人 你姚舜 就今天的今天你看到的 就是说那种不婚 譬如说女性 女性 你知道台湾有48%的女性 是单身的 有的呢 当然年纪大了 就是守寡 可是有更多的是年轻的女性 不婚 他们也都在寻找 就是说好男人死到哪边去了 也都在找这件事 那你让你 你曾经让人失婚啊 没有啊 不会啦 就是我们 而且你又晚又婚啊 我们在 我们在 我们都都只是一个 一个一个正常的两性的应对 对错是非 那大家呢 各自表述 可是你能让人家表述的机会都没有 就是这个是很特别的 所以我我说 我我说 在历史的第一人 你在你在念政治哲学的时候呢 历史的最后一人啊 那不是稀奇 可是历史的第一人太厉害了 好 今天的节节节目 就要是姚啊 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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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好 拜拜 拜拜